此季今年的育佛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因應疫情今年不舉辦大型育佛典禮 此季基金會特別設計網頁 從5月1號到5月31號 只要上此季育佛網站 隨時隨地都能夠獻上育佛 不失這個虔誠的心念 能夠對天能夠懺悔 然後對地能夠感恩 希望把這樣一份虔誠的心念 透過獻上這樣育佛的方式 也能夠讓大家有同步育佛的 這樣一個警惕之外也是一個喜悅 實體育佛臨場的感受非常涉受人心 如何讓人人在家中也能有這份感動 在設計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整個育佛最重要的幾個環節 譬如說戰佛 讓他了解宇宙大抉擇 他的意涵是什麼 然後跟著我們主持人來虔誠禮佛之外 我們還讓大家虔誠的祈禱 最後重要的是我們還有一支齋戒的影片 也響應五月我們希望來推動齋戒 線上育佛還能夠製作祝福卡 返華籤即時傳遞邀約響應齋戒 而五月十號育佛當天也將透過大愛臺直播 近似金社育佛現場 將此季發源地的愛全球串聯 為天下祈福 大愛新文花蓮綜合報導 我們必須相當 especially 《見面大人》 discrete項報道 拚來 audible